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曼谷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那麼這邊文章是由 中國的建築圖庫 他們所翻譯的 這原本是一棟舊的建築 由這一個 Super Machine Studio所設計 那麼它提供了多樣化的教室 包含攝影工作室、音樂排練室、泰國舞蹈、俱樂部、教授室以及會議室 還有啦啦隊、訓練等 總計改套成32間緊湊型的房間 跟12個緊湊型的庭院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它的建築 你看這是它的局部的外觀 這看起來是由老建築 然後進去 重新把它 remodel 把它做好色 這都是局部的外觀 那麼裡面是它的外觀的細節圖 比較細節的地方 那麼它這個是因為跳高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它 可以提供啦啦隊 看你是要換外觀都可以 它跳高的非常的高 這是他們的學生活動中心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設計呢 會議室的設計是一層一層的 主席可能是在這裡吧 還有一層國際性的會議室的形 再來我們來看它的活動中心的 其他的設計 各位可以看到 色彩非常的豐富 這材是不是 上面可以穿一穿的 有一個蚊子 可以躲在上面那裡休息 不過這種 紅色的設計大概 看這個整個是紅色的 這樣子的紅色設計 大概 大概 底下也痛沒顧了 這個 也是它的活動中心 色彩豐富 應該受到年輕人的歡迎 尤其是大學生 可以看到它這個 非常的豐富的一個 曼谷大學的學生活動中心 好 跟大家分享 到下心裡看 拜拜 拜拜